念佛 方法很多 原理原则只有一个 决定时得清净性 所以这些方法自己可以实验 如果确确实实 你照这个方法去修学 你的烦恼少了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少了 你的心清净 智慧现前 这个智慧现前 就是感觉得比从前聪明 以前呢 这是办事 是迷迷糊糊的 现在办事的时候 有条有理 自己可以能够体验到 那你就有进步 特别是在哪里呢 在没有学佛之前 这个自私自利的一段分钟 真正说服 这个有一点受用的时候 慈悲心现前 把别人的利益看中 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看大波 这是很明显的变化 时时刻刻 能够替别人作用 很少在想自己的事情 从这个地方 你能够感觉到 因为这些人的利益 能够做一种 好的